我为中国人谋福利 我为中国人搞革命 我为中国人谋求民主 我为中国人要求自由 但是我们中国的同胞 有一群被中国共产党捕获的人 他们天天想着怎么赚钱 天天想着怎么把我抓回去 我真不知道 中国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群人 干当侵略者的 在干当侵略者手下的汉奸 干当汉奸 我们为我们的同胞谋取福利 然后我们的同胞 土因积虑的 想要把这样的中华民族的革命者 给弄死 给抓住 给折磨 给弄死 是吧 这让人都感觉心里 拔凉拔凉的 心里就是悲哀 非常悲哀 怎么会有中国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群人呢 我高义 我们 我知道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 我给这样的人机会 我给这样的中国的人机会 即使他们不理解我 他们要把他们的屠刀架在我的脖子上 他要把他们的匕首顶在我的胸窝上 那么我 还是会以我的热忱 会以我的革命的一个胸怀情怀 我来为中国谋取自由 谋取福利 谋取这个民主 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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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样的一群 我为之努力奋斗 为之 奉献生命的这样一群同胞 有一些少部分的人 他就是 不理解 那么我也是 我也是 原谅他们 原谅他们 希望他们最终 能够认识清楚 中国共产党本质的 这个政权的本质 不要被这样的本质 侵略独裁政府 瘟 这就是革命德 革命德的一个现实吧